知名廣告和MV导演陳鴻一 今年帶來第三部劇情長片 相愛的七種設計 這部片入圍了金馬獎最佳心臉源 還有最佳視覺設計 他在電影中記錄了台北獨特的風貌 他想要藉由城市街景 說一個關於設計 關於愛還有台北的故事 台北有一個很獨特的地標就是101 你可能在很多地方 你就是抬頭就會看見他 然後台北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你可能一下子是在一個 非常現代化的都市裡面 給你轉個彎就到一個 很幽靜 很有人味 很居家的一種小巷弄 那小巷弄裡面有很多奇怪的商店 就有小的咖啡 小的設計商店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台北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在片子裡面 就刻意想要拍這樣的感覺 台北街道新舊融合 是我們熟悉的環境 也是導演陳鴻一最新立作 相愛的七種設計中的主要場景 來自高雄的他對台北情有獨鍾 那我覺得這就是很台北的小巷 然後有咖啡 然後有一些綠樹 或是有一些生活感的東西 裡面有七個角色 每個人都會對台北 罵一個他的內心的髒話 就是說有人會 因為機車過去 然後吐出就是很多煙 然後讓他整個很 空氣很不好 他會罵髒話 最新作品相愛的七種設計 故事背景從一間廣告 設計公司出發 陳鴻英在電影中 幽默呈現職場的八卦秘星 還有設計師 與顧客間的愛恨情仇 我也希望藉由這七個角色 這是一個很小的說明 可是他放大起來 他就是一個整個都市 整個社會的不同人的面貌 就像他可以反映到 我們現在社會的很多紛爭 實際上大家都是正在不同立場 去看事情 我希望用一個喜劇片 去拍這個故事 然後我覺得台灣講文創 到底屬於台灣的文創是什麼 我覺得 我們如果仔細去想 到底什麼是台灣文化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疑問 然後自己後來有一個結論 就是我覺得 設計是一種善意的欺騙 要你管 從2008年的花痴和那女孩 描寫台北老公寓裡四對女戀人 彼此之間的曖昧情愫 沒有人能看見永恆 卻看得見消失 不過有一天我們都消失了 要如何才能找得到存在的證明 2011年的消失.com探尋都市中每個人消失的秘密 直到今年相愛的七種設計 我希望每部片我去記錄當下的台北 所以我會在拍攝那時候我去感覺台北那時候是發生什麼事情 有什麼樣的氛圍我去拍它 就像現在的七種設計我們有一個場景就在華光社區 所以我們就看見它正在拆遷 我們就趕快去那邊拍 可是現在在野景就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電影很好玩就是你可以記錄當時候的一些時空跟環境 我們那時候有拍穿越街景過馬路 街景永遠都是柴錢 馬貨店外面堆了很多那種回收的東西 用這個真實裡面告訴你說它也是很美的 所以我覺得台北都有感覺 第一它是一個大公地永遠在改變 第二是我覺得它是一個很無政府的都市 因為這邊的人就是非常自由 大家想要怎麼樣就可以怎麼樣子 這台北市的美學就是這麼多無政府的人 這麼多人的自由意識 還有這麼多人的美學建構出來的 以充滿趣味的特效 豐富繽紛的視覺藝術 陳鴻一派出台北另類的風景電影 入圍今年金馬獎最佳視覺效果 他藉著電影探尋愛情的真理 我自己會下個電影就是 愛情是必須設計 可是感情是不能設計的 就是我們需要小心就是很仔細的去設計 我們的愛情就是這條長路 你才能讓你就是兩個人可以走得很長遠 可是感情就是我喜歡你 或我第一眼對你有感覺 這東西是不能設計的 在導演的鏡頭下找到台北另類的風景 主要謀的鏡頭下 把誰讓你畫到哪一句 誰要露在這條長路上